上個月《自由民主永續之旅》當中 我們拜訪了聖文森及格瑞拉丁 感謝龔薩福總理閣下 以及聖國政府的高規格禮遇及接待 讓我們累積了相當豐碩的出訪成果 我也要特別感謝總理閣下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接受我們的邀請 率團回訪 充分展現出對雙方邦誼的高度重視 我也要代表中華民國政府和全體人民 表達最誠摯的歡迎及感謝 聖文森跟中華民國臺灣建交38年以來 一直就是我們在加勒比海地區最堅實的夥伴 這次出訪 我們也共同見證了雙方各項合作 包括在基礎建設 農業 教育 醫療 資通信等等領域 都有非常紮實 而且傲人的成就 這次 龔薩福總理來訪 除了繼續深化兩國的交流以及合作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為了聖文森在臺灣設立大使館接牌 相信未來 透過聖文森新大使館的運作 再加上新任大使和我們共同的努力 絕對可以為我們兩國的外交合作 以及長久的邦誼 創下新的里程碑 再一次歡迎龔薩福總理閣下抗力以及訪團 希望訪問圓滿順利 臺勝兩國邦誼永固 歷久彌新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